国道一号新颖北上路段 早上发生火烧车意外 当时一部轿车行驶到一半 引擎室突然冒出了白烟 随后不到几秒时间就陷入火海 还好驾驶及时跳下车逃命 没有人伤亡 另外则是有电动二轮车 骑士疑似路况不熟 误上国道 当下他还边看手机边骑车 画面曝光之后 警方也将追查 警方轿车窜出浓烟 被烧成火球 火势猛烈 警方货爆不断鸣敌火速救援 当时车辆就停靠在国道路间 眼看大火不断延烧 就怕被波及 一旁车辆经过也纷纷闪避 洒水灌灸后 车辆被烧到只剩骨架 5号早上6点多 当时许新驾驶开车行经国道1号 新颖北上路段 没想到途中 引擎室却突然冒出白烟 接着整部烧了起来 好在驾驶及时跳车逃命 而警销也在14分钟后扑灭火势 停车后起火燃烧 本起事故无人愿受伤 而令人力把冷汗场面 同样出现在国道1号永康交流道 骑士头戴红色安全帽 还穿红色背心 骑着电动二轮车超级无敌显眼 一旁驾驶还一度以为看错了 放大看骑士竟然还边滑手机边骑车 怎么骑上去的 时间原因还有待确认 只是物上国道还这么狂 单手骑车画面曝光被查到 最高也将开罚6000元罚还 记得黄菩奇谈不得 以上